工作人员 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买了两盏羊排 烤个羊排吃 买了两盏羊排,一共是7斤多 240来块钱 现在这个羊排得30多一斤 切成小麦粉 这个羊排剁了两份 这份先用清水煮一下 这个直接烤 把羊肉冷水下锅,煮一下 羊肉开了锅以后了,里边放了葱姜 放点花椒 花椒、干辣椒 还有来点白芷 调入盐,让它有个底味儿 来点胡椒粉 大概煮个40分钟就差不多了 碳已经烧好了,先把生的羊排烤上去 烧啥点盐? 有个底味儿 把他倒了 捏了点 油 放点盐 烤火 煮凉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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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羊排烤得比较慢 有时候火大的时候,得把火虚下去 要不里边容易烤不熟 一边烤着,一边拿刀拉一下 哦,丁香 这是硬烤的,没有猪 一边烤着,一边烤着吧 吃吧,有点烫 吃吧,有点不刺 这这个辣酱肠 嗯,有味儿 这这个辣酱肠 嗯 平常算下来,羊排比羊肉便宜 一个大财气就是烧烤 明白不? 你看,你想吧 原始人进化到人内 最早就是烧烤 人家不小心把食物给烤熟了 所有的东西也烧 特别香 人为什么喜欢吃烧烤? 这是人的本能 人的老祖先就是 老祖先 人的老祖先就是先从烧烤开始 你一无没有烟,最起码它是 把食物烹调成瘦的一样,通过火烤 说到哪儿,也是烧烤 一袋袋,一袋袋肉了 我现在把煮的这个烤一下 煮多了,看着肉粿大 烤的肉粿小 都收缩了 缩了 你们的 你们的 还活不来啊? 他们是烤羊排的 正烤羊排的 好了 下手吧 下手吧 你先挑个 肥表的多哩 不然越来越吃肥表 我一看这个也是肥肥肉粿 肥肉吃的就是香 痛哩,我也感觉肥肉吃的香 这是个泡泡肥肉 吃五碗 这边就得浇个大蒜 煮熬哩 煮熬哩,哥 没煮熬哩,你看都抓 我这边也铲一块,铲了好几块儿 肥的得多烤会儿 肥的还是香 你看那个蒙古那边 抓啊看 都是淡片儿的